一场兵戎相间的对决 一次惊心动魄的追逃 一只浮船平息了战火 那么什么是浮船 它有什么特殊之处 进行关注思路上的古城第六集 东方浮船划福州 北宋末年 金兵攻破都城开封 北宋灭亡 宋高宗赵构仓促之间 在商丘继皇帝位 历史上称为南宋 但刚刚建立的南宋政权 就面临着强大的金兵威胁 所以在金骑兵的打击下 宋高宗君臣不得不沿着大运河 向南方败退 直至海上 不料突然刮起了台风 下起了暴雨 高宗的船只消失在 茫茫的大海上 追击的金兵以为 台风和暴雨 定会把高宗君臣的船 吞噬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中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尽管风暴掀起了巨浪 宋高宗的船只 在巨浪中左右摇摆 上下颠簸 但并没有导致轻浮 那么危急关头 挽救高宗性命的是 一艘什么样的船 这艘船又为什么被称为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 十分有名的浮船 一事为鉴 文容东西 古城承载家国梦 河南大学程碎莹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思路上的古城》 第二部第六集 东方浮船画浮舟 根据史书的记载 高宗乘坐的船只 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历史上有名的浮船 这两个字浮船 那顾名思义浮船 就是浮建建造的船 或者说是用浮建的造船技术 打造的船只 而要揭示浮船的历史密码 我们还要回到 福建的丝绸之路 古城福州 福州为我国的东南部 是福建省的省会 福州这个地方 是山多而地少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老百姓很早的时候 就是以海为生的 可以说是把舟船当车马 把船桨呢 当作他们的这种马鞭来使用 可以说是以海为生的 陷海而生 所以善于使船 善于在海里面这个行驶 是他们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传统 当年的高宗 在海上大逃亡的时候 他乘坐的浮船 到底又是什么样子 我们在文献上 没有得到答案 不过后来 一系列的一些海底的 考古的大发现 为我们揭示 当年的高宗乘坐的 浮船的样子 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在1987年的时候 在阳江的南海的海底的 距离海面以下 二十多米的地方 发现了一艘古代的沉船 这个消息呢 当时震动了全国 为什么 因为阳江这个地方的 南海所处的位置 正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 这艘沉船 应该与海上丝绸之路 有密切的观念 当时 我们中国有一位考古学家 于伟超先生 得到这个消息 考虑到这艘船巨大的价值 和在南海发现 所以他给这艘船 起了一个名字 就叫南海一号 初步从南海一号上 清理出来了 上万件的古代的瓷器 同样一个年代 同样工艺的这种瓷板 在美国的拍卖市场上 就能够卖到数十万美元 而考古学家推测 这艘沉船上 大概有六到八万件 这样的瓷器 所以由此 孤家这艘船 它的船上的瓷器的价值 可能有上千亿美金 可以说是价值连成 除了这些瓷器的价值之外 它更大的价值在哪里呢 考古学家推断 这艘船就是史书上 记载的浮船 而且是南宋时期的一条浮船 根据这个木质啊 这种船的形状啊 等等等等 各方面的材料 进行了一个推断 而这些 而这些所谓的这种推断 如果说是孤正的话 那么可能还不足以来说服人们 也就在南海一号发现的前后 在泉州湾 在宁波 温州 福州 等等的海湾 也发现了大量类似的 这种沉船 而且形质几乎一致 这些船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首先是底尖 是尖底的 这种尖底的海船 它特别适合于在海上 破浪行驶 而对比于 你像张泽端的 《清明上河图》里面 行驶在运河里的船 那很多船都是平底的船 它适合在内陆的运河上行驶 而海上的船呢 它适合于这种尖底船 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是阔面 或者说是面阔 也就是甲板 非常的宽大 这样的好处 它是易于承载货物 而且呢 易于承载大量的人员 还有第三个最重要的特点 是采取了水密隔舱技术 也就是说 在船上有大量的横板 把船底呢 隔成一个一个的 互不透水的舱室 这样做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 是增加它的安全性 一个水密舱漏水了 两个水密舱漏水了 其他的水密舱 只要不漏水 这个船只就不会沉没 而这种水密舱 少得有几个 比如说七八个 多的能够达到十多个 保证了海上行驶的 海船的安全 而它另一个作用是什么 不同的水密舱 可以储存不同的货物 比如说 有的水密舱放香料 有的水密舱放瓷器 等等等等 这样有利于分割起来 放不同的海货 而这种船只 特别是具有这种 水密舱技术的船只 根据史料记载 大概在1500年以前 左右的这个时间段 在福建东南沿海的 一部分船只 已经采用了这个技术 而到宋朝的时候 这种浮船的 尖底扩面和水密舱 技术的使用 已经比较普遍 所以宋朝时期 就高宗时期 有个大臣 叫吕一浩 吕一浩呢 曾经这个是 做过封疆大吏 对海船非常熟悉 他当时对全国的海船 有这样的一个评价 他说 南方沐姓与水相宜 故海昼以福建船为上 广东西船赐止 温 明州船又四只 吕一浩 应该说是当时 北宋时期的一个 水力专家 也是一个船舰专家 他说这段话 什么意思呢 他说 我看了 就全国所有的船来讲 他说这个海船 以福建船为上当 福建船最好 为什么 木性与水相宜 南方的这个船 他用的都是南方的木材 南方经常下雨 所以南方的这些木材 他都是在水里面 泡着长大的 所以海水相宜 造出来的船也就好 当然这是材料 当然还有水密舱的技术 当当当 与福建船相比 广东和广西的船 刺一点 而温州 明州至哪里呢 是宁波 就是温州和宁波浙江造的船 又辞职 所以在吕一浩看来 福建船 是最好的船只 而当年 高宗乘坐的 在海上逃亡时期乘坐的 就是福船 而吕一浩也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吕一浩的这一段论断呢 高宗当时也深为认同 当然 历史上并没有记载 当年高宗乘坐的船 到底是不是 福建造的船 我们推断呢 当时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福建 或者说是福建的 这个泉州 福州 这两个地方造的船 福建造的船 另外一种可能 是浙江那个地方 采用福建的造船技术 造的船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可以判断 它是福船 是具有水密舱技术的 能够经得起海上 大风大浪的浮船 而正是这种浮船 救了高宗的命 是宋朝又延续了 一个半世纪之久 由于当时这种浮船 这种比较先进的技术 再加上宋朝的指南针 和大帆船的技术 都已经比较成熟了 运用到海船上 所以呢 是宋朝时期的这种浮船 大量的被官方和私人的 海上行驶的时候所采用 无论是官方的或者私人的 那与此同理 就是说呢 当时的船 大量运用的都是这种浮船 那么浮船呢 也有沉没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由此呢 就说明了为什么现在我们发现的 大量的海船 比如说南海一号 泉州湾的沉船 还有温州 福州 宁波的大量的沉船 原因就是因为它大量的 在宋朝和元朝时期 被官方和民间所使用 所以 高宗 海上大逃亡这件事情 实际上就为我们揭开了 当年浮船 它的被大量运用的这个序幕 明朝时期 郑和奉明成组之命 率领庞大的船队 七次下西洋 它的航行时间之长 船队规模之大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 影响深远 根据史书的记载 郑和七次下西洋 每次都要在福州停留 短则停留三四个月 长则达到十个月之久 然后再向西洋行驶而去 那么 郑和的船队 停留在福州港的原因是什么 福州这个地方 它上面可以联系 温州港 宁波港 甚至在上面的 这个燕台港等等 这些港口 向南边呢 它就可以联系 泉州港 广州港 所以它起到了一个 乘上起下的作用 下西洋的时候 非常方便 当然 并非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么郑和 要在福州停留 三四个月 或者说十来个月 它到底要干什么呢 根据史书记载 郑和在这里停留 主要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 补充船只 根据史书记载 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船只 它并不是说 在刘家港出港的时候 就已经全部备齐了 而有部分船只 要在福州补充 比如说 当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 它的船队呢 有各种各样的船只 比如说有什么马船 战船 梁船 坐船 还有指挥船 而在这些船只上 有包括水手 这个船师 那么医生 还有翻译 等等各种各样的人员 卫兵等等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船队 而且在海上行驶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组成了一个 军事型的一个编制 我们看这个图 怎么组成一个军事型的编队呢 就是当年呢 根据史料 我们复原 想象的时候 郑和的船队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雁形 或者说是一个鱼形 很像 一只雁子 或者说一条鱼 在整个船队的外围 就是它的前后和左右 是战船和马船 维护整个船队的安全 而在船队的中央的这个部位 是指挥船 指挥船的外围 是梁船和座船 这样一来 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 整个海上的一个大堡垒 所以海外的一些学者 甚至称郑和的船队 为当年的海上的特混舰队 就有强大的海上 指挥和作战能力 这么多的船只 这么庞大的船队 这些船只都来源于哪里 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呢 是在当时的南京 为了郑和下西洋 明政府特别设立了一个保船厂 专门为郑和打造下西洋的船只 另一部分船只 就是在福州建造的 当时明朝的政府呢 在福州设立了官办造船厂 所以这两个地方的船只 就组成了郑和当年的 大型的下西洋的船队 而且即使在南京打造的船只 采用的也是当年 扶船的建造的技术 这是他的第一个目的 在这停留 第二个目的 或者说第二个原因 是什么呢 要在这补充船员和物资 我们知道 福州这个地方 人们善于使州 有大量的熟练使船的船员 所以当年郑和的船队在这停留 就是要补充大量的水手 与此同时 福州所在的地方 有位于闽江的下游 这个地方是一个闽江的冲击平原 农业在整个福建 相对是比较发达的 所以到明朝的时候 当时他的私质技术 还有瓷器的制造技术 在全国也都是出了名的 当年郑和的船队 带了大量的金银 丝绸 瓷器 铜钱 铁器等等 而有一部分商品 就是在福州这个地方 本地所采购的 这是第二个目的 第三个目的是干什么呢 等待寄风 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 庞大的船队仍然没有机械动力 仍然靠风 所以郑和的船队上 有大量的这种风帆 要靠自然的寄风 或者信风行驶 所以史书记载 郑和的船队每一次 从刘家港出发 出发的时候 一般都是在年初 然后在福州停留 停留的 大概在秋冬的时候 东北风起 郑和的船队 就从福州浩浩荡荡地 开始下西洋 所以他在福州停留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在这等待寄风 我们在福州的 这个常乐南山 还发现了当年 郑和在这停留的一个证据 什么证据呢 郑和每一次在这停留的时候 为了祈祷 寄风能够按时的到来 所以呢 在福建常乐的南山 有一座天飞庙 都要在这个庙宇里面 祈祷寄风的到来 而在第七次下西洋的时候 他还重修天飞庙 而这个庙宇里面 就留了一块 当年郑和率领地方官员 在这里起风 而且来重修天飞庙的一个石碑 这是郑和亲自留下的一段话 后来刻到了这个石碑上 郑和说 官府海洋 红桃节天 巨浪如山 海洋 给人的感觉 是红桃节天 巨浪如山 充满了危险 而施主抑郁 抑郁就是他要下的西洋的 那些国家和地区 迥隔于 烟霞 飘渺之间 那些地方仿佛在烟霞 飘渺之间 在遥远的塌方 而我志云帆高涨 昼夜兴驰 射臂狂澜 落率通渠者 但是我的船队 能够如履平地地在海洋上航行 靠的是什么 成和朝廷威福之志 一方面是朝廷的威福 而另一方面是什么 尤其要 由赖天妃之神 护佑之德 是天妃 是海神 保佑护佑我 我才能够顺利地 下夕阳啊 那这段话 一方面反映了 正和他那个时期 对大海 和对海神天妃 也就是我们大家 后来熟知的马祖 他的一种敬畏 另一方面 正和又说 自己的船队如履平地 在大海上航行的时候 也充分地展示了 当时正和作为一个使臣 他的一种自豪感 大国的一种自豪感 大国情怀 所以才留下了这么一段话 所以我们说 正和下西洋 传播了友谊 每到一个地方 与别的国家进行贸易 说我们把大量的丝绸啊 瓷器啊 铁器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 只手工艺品 来交换给一些西洋国家 与此同时呢 我们又送那里 换取大量的这种珍珠啊 香料啊 这些我们国家 所稀缺的这些东西 正和下西洋 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壮举 但是我们又可以说 是浮船帮助正和 完成了一次次的壮举 与此同时 浮舟实际上又是 正和下西洋的一个出发地 或者说是它的一个基地 所以当年正和下西洋 是浮舟架起了这座桥梁 成为中外交流的 一个重要的试点 由此我们可以说明 浮舟和浮船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 它重要的地备 宋朝时期 浮船大量的被作为商船 而正和下西洋时期 浮船被大量的作为官船使用 而到了明朝末期 七济光带领七家军抗击倭寇 就是充分利用了不同类型的浮船的战斗性能 从而击败倭寇 获得了辉煌的战果 那么七济光在海上抗击倭寇的过程中 浮船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到明朝中期的时候 我国的东部和东南部沿海 倭寇非常猖獗 有数千倭寇海盗 乘坐着数百艘船 来攻击当年正和下西洋的 这个福州的长乐县城 从长乐港上到岸上 然后进攻长乐县城 当时他们运用的就有火炮 火炮把长乐城的城墙 轰塌了一个大的缺口 眼看这些倭寇和海盗就要进来了 当时长乐城的军民奋起抵抗 男人主动地走上城墙 女人来搬运武器和石块 众志成城打败倭寇的进攻 后来倭寇听说福州的援军 也快要到来了 他们一时又拿不下长乐城 所以就主动地从海上撤退了 这个事件当时惊动整个福州 甚至惊动了朝廷 为什么呢 福州是福建的省会 长乐属于福州 离福州又很近 而倭寇竟然猖獗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能够攻打一个县城 可见他已经对于明朝的居民的生活 明朝的国防安全 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由此呢 明朝政府下决心要荡平倭寇 所以后来呢 历史上才涌现出了 像奇迹光这样的抗卧英雄 奇迹光呢 为了打击倭寇 他还喊出了一个口号 说封猴非我意 但愿海拨平 我抗击倭寇 不是为了封猴 但是我希望 我们的海拨 东部和东南的沿海 能够 正得和平的军 为老百姓迎来和平 所以他在浙江这个地方 组织一部矿工 船员就组织了七家军 对倭寇 给予重创 但是这个倭寇也非常狡猾 你在浙江打我 我就跑到福建 你在福建打我 我就跑到广东 所以在海上游移 漂移不定 所以要想彻底的 消灭倭寇的势力 必须用战船 在海上作转 消灭倭寇 奇迹光也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只在岸上作战 依靠七家军 还不够 而这个时候 奇迹光就想到了 当年的 曾经在宋元时期 非常辉煌的 海上的浮船 当年在正和下西洋的时候 组成的就是一个军事员队 主要都是浮船 所以奇迹光想到 当年的正和下西洋 这个船队 实际上就 具有海上作战的战船的 这种功能 所以他就建议朝廷 能不能把浮船 改造成为海上作战的战船 这个建议呢 就得到了朝廷的许可 考虑到福州这个地方 有悠久的造船历史 那浮船主要就出在这里 而且又有大量的木料 所以呢 明朝政府就在福州 就建立了 国家的战船的造船厂 打造 用海上作战的战船 那就是把浮船改造 改造 再打造成为战船 打造成的战船 后来就装备到 像奇迹光 于大游 他们这些抗窝 名将的 这个军队的编制里面 成为作战的海船 后来这个倭寇被消灭 主要的就是仰仗 有浮船改造的这些战船 所以后来呢 奇迹光在抗窝胜利之后 还专门写了一本书 在这本书里面 他不自豪地提到 这种有浮船改造成的战船 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浮船高大如城 浮船改造成的战船 高大如城 当时这种改造成的浮船 它在长有一百米左右 宽有几十米 上下有四层 可以乘坐 几百名士兵 而且配备 当时最先进的火炮 所以在海上看起来 就像一座城池 高大如城 匪人力可驱 你用人力来滑舰 是驱不动船的 靠什么 权杖风势 权杖风力 而沃寇的船只呢 沃舟自来挨小 那沃寇使用的船只 在海上行驶非常方便 但是呢 船很小 如我之小舱船 就像我国 行驶在海面上那种 运输的小舱船 故扶船乘风下压 作战的时候 海上有风的时候 扶船乘风攻击 这个沃寇的船只 如车碾螳螂 螳臂挡车 不自量力啊 所以斗船力 而不斗人力 是以美美取胜 这段话虽然长 但意思呢 并不繁复 并不麻烦 我们一听就明白了 奇迹光的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扶船改造成的船 非常高大 像海上的一座城池 而作战的时候 窝扣的船只比较矮小 所以呢 就像车碾螳螂 斗船力而斗人力 所以美美作战取胜 所以我们说 当年 奇迹光 于大游 他们这些人 之所以能够 荡平倭寇 一方面是他们作战勇敢 奇家军作战勇敢 另一方面 要感谢扶船改造成的战船 倭寇被荡平之后 福建和东南部沿海的老百姓 重新获得了和平的生活 对外贸易 又重新恢复了 往常的繁荣的局面 所以福州当地的老百姓呢 觉得 是福船 给他们带来了和平与安宁 更进一步说 是带来了幸福 福船就是他们的福祉 所以后来 年轻的史书上 在奇迹光 抗卧之后 就把福建的这种福船 屡屡地称作福船 古代的史籍上 也频繁地出现福船 这样两个字 所以福船呢 我们今天说起来 其实它有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 就是具有水密舱技术 采用福建造船技术 主要在福建造的船 那另外一层意思 就是说 给老百姓带来 海江和平安定的 给老百姓建立了福祉的 福建的船只 这非常的符合 中国的文化传统 所以我们说 在宋元时期 福船创造了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繁华 那个时候航行 在丝绸之路上的 主要就是福船 而到了明朝之后 福船又改造成了战船 为保护我国的海江安全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福船作为木制时代 远洋船之中的佼佼者 成就了明代 郑和 七纪光等人的伟大壮举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福船已经成为了 一个文化符号 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 重要纽带 而到了清朝末期 清政府闭关锁国 盲目地相信福船的威力 在鸦片战争之后 我国的海江受到了重创 而福船在演变的过程中 也给后人带来了 一些教训和启示 其中清朝的一位民族英雄 就为我们揭开了一段 深刻的历史记忆 要说到这个事情 我们首先呢 来从清朝的一位 传奇式的一个民族英雄 邓世昌 来说起 邓世昌这个人呢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 有一部电影叫 《甲午风云》 描述的是 这个1894年的时候 中日之间甲午海战 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件 当时邓世昌 是甲午海战时期 志远舰的管带 管带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船长 当时作战的时候呢 非常的激烈 而邓世昌的这艘志远舰 中了数次日本的这种炮弹 所以受了重伤 眼看就要沉没了 而在这种情况下 邓世昌和整个志远舰上的官兵 他们一日商量 说要在志远舰沉没之前 我们也要与敌舰同归于尽 所以呢 邓世昌就指挥这个志远舰 向另外一艘日本舰冲去 准备撞击日本的那艘舰制 和它同归于尽 邓世昌为国捐取 成了我们著名的民族英雄 我们为什么要讲邓世昌 要讲甲乌海战 因为它和浮船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和浮船的发展历史 紧密相关 当年的邓世昌 他是福州传政学堂的 一名学员 这个福州传政学堂 是当年福州传政局的组成部分 这个福州传政学堂 和福州传政局 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说到了鸦片战争之后 西方的尖船力炮 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而那个时候呢 清朝政府还盲目地相信 福船改造的战船 当这些木制的船 与西方的铁甲船作战的时候 当然不是人家的对手 所以中国社会呢 陷入了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然后清朝政府 开展了洋务运动 主张要向西方学习 就在福州的 马尾这个地方 建立了福州传政局 决心打造我们 中国自己的铁甲战船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呢 来保护我国的海江 当年的福州传政局 实际上是由三块组成的 造船厂 钢铁厂 和船政学堂 前后 招收了多名福建当地 和广东 各地的年轻的人才 进入到船政学堂 来学习 驾驶船和造船的 先进的技术 邓士长 就是当时他招收的 一名学员 在船政学堂里面呢 邓士长学习的是驾驶 非常勤奋 所以呢 很快就展露徒角 五年学习期满之后 被分辈到了北洋海军 后来逐渐成了 一名管带 成了这个甲午海战 作战之前的志远舰的船长 也就是管带 后来才出现了 我们大家所处置的 甲午海战时期的 那个感人的成绩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福州船政局 或者说福州船政学堂 它就是福船的一个延续 而这个邓士长 我们也可以说 它就是福州的众多的水手的一个延续 而在福船发展的历史的过程中间 我们曾经创造过辉煌 比如说在宋元时期 在郑河下西洋时期 我们是世界的海洋强国 但是到了亚边战争前后 我们沦落为一个海洋的弱国 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 那么福船发展的历史 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们说任何时期 这个船只的建造的技术 海船建造的技术 都是一个国家 海洋实力的一个标尺 你只有建立了先进的海船 具有强大的海军力量 你才能够保卫自己海疆的安全 否则 你连自己的和平建设的事业 你也不能维持下去 古代如此 现代依然如此 所以我们说通过福船 展示了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 一个重要的古城 它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 福州这样的一座城市 也为我们国家未来 重振海洋大国的雄风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也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那么下一讲 我们将走进浙江 去品味浙江东南部的 一座思路古城 所以请看下集 四海为家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你